在公園內可以清楚看到尺寸剝落 高地差裸落在外面 一旁寫破道地平磨損 凹凸不齊 對於來這邊打球或是散步民眾 都增加不少跌倒風險 市議員陳雅仁呼籲市府必須儘快改善 提供民眾安全運動空間 今天特別來到龜山的第三運動公園 還會看這邊地平以及運動設施的改善 那現在呢 是因為這個籃球場地平有多處不平的地方 如果學生啊 或是有打籃球的人在那邊運動的話 有可能會受傷 那另外這個前廣場的部分 這個樓梯有部分斑駁的地方 很容易造成滑倒 所以我們希望趕快來把這邊改善完畢之後 給這個來這邊運動的人 可以有更好的這個運動場所 在與區公所人員共同會堪下 區公所近期將會進行整理及修繕 包括磁磚清洗來增加安全措施 滿足市民運動的需求 近幾年來呢 我在龜山都在陸續爭取這個運動設施 以及天幕球場的新增跟改善 那希望可以讓我們整個龜山的運動風氣 可以更加旺盛 那另外呢 我們龜山的國民運動中心 其實在人數達到15萬以上 就可以新建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那我們預計選址的位置 在復興山路消防隊的旁邊 這邊呢 預計會來新建一個龜山國民運動中心 屆時會有各類的球場 體健設施以及游泳池等等的相關設備 隨著市民運動風氣提升 無論是大小朋友都開始到戶外 從事各項運動項目 但對於激烈運動的場域安全措施 就必須要有友善空間 避免運動過程發生意外受傷 記者 林瑞峰 龜山小報導